由於各鄉鎮市有提出消費券的方案 希望提振地方的經濟消費 秀林鄉民代表蔡培火他提出了 涉及在秀林鄉的民眾呢 能夠在暑假期間來發放消費券 同時獲得代表會主席賴靜傑 還有代表同仁的支持 而秀林鄉長王玫瑰表示 將會參考別的鄉鎮市提出的計畫和執行內容 擇其再送到代表會來審議 獲得代表會支持 既新城鄉公署發放證據證實後 引發秀林鄉民代表會的專注 秀林鄉民代表蔡培火 並且在代表會臨時會當中提案 涉及在秀林鄉的鄉親 來發放證據券來刺激地方的消費 這個公所希望在這個暑假的時候 暑假前啊 因為小孩子都還沒有到台北念書嘛 希望暑假之前就可以花 而且我剛剛講的 希望金額不要低於 千萬萬分副主席的談 不要低於太少啦 這樣的話 我相信不會有人反對 我對著幾首 沒有 所以這邊特別謝謝主席 謝謝鄉長這麼體系 我們既新鄉的經濟上的困難 當然希望公所利用這段時間 也能夠和一些促進經濟發展的消費 這個是提供給鄉公所做一個建議 謝謝補充到這裡 代表會主席的經濟表示 代表會同門也充分討論這項方案 希望公所能夠研議方案提送到代表會 這個部分我想前面 蔡代表、金代表、陳代表、艾代表、陳代表、陳代表、陳龍代表、洪志願代表、邱代表 所有的代表其實都有提過這個事情 前面我也跟鄉長討論過這個事情 鄉長也跟代表會在審討論過這個事情 代表提案之後 我想就像剛剛在談的 請鄉公所去嚴厲一個辦法 因為現在剛剛蔡代表已經提出很多鄉鎮都有類似的作為 那由鄉公所能夠嚴厲一個辦法之後 再送代表會這邊審議 修行鄉長網美貴表示 公所會參考其他鄉鎮室的方案 公所團隊會進行規劃讓這項美貴能夠落實下去 能夠合法的去發放 我想這是比較重點 總是要有百零依據 那後續如果這個設置的訂定的要點出來 是百零與依據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內部的整個細節要怎麼去執行 我們想未來再執行的一個方向 就是一定要以便零為主 我想我們發放緊急不囉嗦 就是希望我們同學的經濟 讓我們能夠有勇敢 我想會往這樣的一個方向去質詢 修行鄉長網美貴表示 由於地方和代表會同學們相當重視後疫情的地方發展 向公所同學們會積極和公所團隊討論出最好的方案 則是在送到代表會審議 推出振興券能夠活絡地方的經濟產值 記得觀看